嗨 歡迎收看今天的獨海閩燈 我們今天要來預測的是三星杯的八強戰 那在十六強戰呢 八盤棋當中 老師稍微啊 有失準頭 八盤棋當中 我是壓對了五盤 那今天的焦點呢 其實四盤棋都是焦點 因為這一次晉級八強的人裡面呢 中國棋手就佔了六位 日韓各一位啊 所以說呢 中日中韓之戰 當然是特別值得關注的 那另外呢 我們關心的柯傑同學 他是對到李宣豪 那李宣豪大家可能想說應該不是柯傑的對手啦 但我必須講一點 在2012年的中國定段賽上面 李宣豪是榜首 然後柯傑是第二名 所以曾經啊 李宣豪是比柯傑要來的強 只是大家現在也知道吧 柯傑就已經 跟其他人不是同一個等級的啦 那今天呢 有三位棋手啊 是還沒有拿過世界冠軍的 分別是20歲的李維青 還有25歲的李宣豪 以及23歲的日本棋手伊莉聊 這三位是沒有拿過的 那其中年紀最長的 哇 十月29歲 竟然就是成為最年長的棋手啦 所以全部都是二字頭啊 一字頭的也沒啦 三字頭以上的也通通沒有了 那今天呢 我們就一起來關注一下 然後老師會從裡面呢 選一盤棋壓一億弧幣 我都還沒看齊啦 那現在時間是10點53分 算是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首先 在昨天的影片當中 大家急速點評應該也都有看吧 我已經是強烈的 就是說 我會壓伊莉聊啦 這盤棋我會壓伊莉聊 因為我前兩輪32強跟16強戰 我都沒有看好我們的社長大大 所以今天算是幫他平反一下 好嗎 所以這盤棋無論如何 我是會壓白起伊莉聊 那看一下他跟謝爾豪有沒有過對戰紀錄 是沒有的齁 謝爾豪呢 擊敗朴婷環 晉級到16強呢 也算是替中國拿下這個叛馬功勞 好 那前天啊 他是擊敗了台灣棋手許浩宏 所以 哇 他是專門要收集不同的對陣就對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盤棋吧 這盤棋黑棋是謝爾豪 白棋是伊莉聊 目前的局勢 是 呃 AI給的是白棋勝率是 呃 快80%了 可是我說實話 我是沒有看得很懂啊 左上角 基本上應該是剛剛打結完吧 我感覺 應該是一個打結 對 板虎 形成一個打結 那打結之後呢 白棋找的結是在底下連走兩手 這兩步確實是挺大的 但 說實話 並沒有完全的吃乾淨 所以呢 呃 這個棋還走 然後 現在是走到這個位置啊 現在雙方是走得很 很尷尬呀 你看 白棋頂拿捏黑棋的棋型 黑棋團柱 那團柱之後等一下怎麼要挖了 白棋又再苦一下 先手不斷 等一下應該是要搬到這個頭吧 OK吧 OK 呃 這盤 我們先進入待定好了 好不好 反正我會壓白棋 只是要壓一千萬還是一億的差別啊 我們再看其他盤 看賠率啊 OK嗎 再來看李維青跟楊頂心這盤棋 這盤棋 我自己認為是 四盤當中 比較 沒有什麼懸念的啦 我覺得楊頂心還是 強一些啦 那李維青當然是 很有實力的 但是這種 大賽經驗 可能還是稍微的欠缺一點 所以雙方的這個戰績是 1比1啦 賠率的部分看一下喔 賠率的部分 也可以當做我們的參考 1.58跟2.7 我覺得算是合理吧 算是合理 看一下目前的棋局啊 棋局這個應該是2間高甲變的吧 我感覺 喔 2間低甲 2間低甲 2間低甲也是 最近 也不是最近 前陣子吧 滿流行的一個套路 但拿這種套路對這種 小將的話 通常都 不會有什麼樣的 實質效益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些都非常認真啦 所以走成這樣子的話 還是起始勝率 但是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黑棋啊 畢竟白棋這塊沒有活 那通過這塊攻擊之後呢 搶到一個先手 把這邊走到 右邊的空也是挺大的 但是也要注意啦 就是白棋出來之後 黑棋底下這根冰棒啊 也是沒有活乾淨的 所以戰況還是挺膠著的啦 這盤我們就牙羊頂心一千萬 這盤應該是 較為沒有懸念的 好 那緊接著下一盤 我們來看的是 第一人 生贈序 世界第一人 對上我們的龍哥十月 十月他的棋利 其實當然還是有目共睹 上一輪我是猜他會輸 結果馬上被他狠狠的打臉啊 十月在對上韓國棋手崔仔龍 在中後半盤局面不利的情況下 依然有走出自己的風格啊 就是非常銳利 找到龍開墮 但是今天要能墮到世界第一的小生 我是不敢想像啦 甚至去被屠龍這種場景很難去想到 但是 我記得他們兩個上一次的對局 好像是在 哇 7-0 這個應該沒有到那麼多啦 1 2 3 4 6 應該是5勝或6勝 但是大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深圳旭 上一次跟十月下是 直白只有半目勝 而且聽說是十月幾乎已經要贏的時候 關子大燒才會輸掉 看這個成績我是有點shock到啦 龍哥竟然一盤都沒有贏 看有沒有機會在這個比賽當中贏呢 我覺得還是偏難啦 我覺得龍哥還是會贏聲真訊 但是這個比賽 要贏的話 偏難 第一個 三星杯吧 韓國的主場 雖然三星杯通常都是 通過七首奪冠 但 我覺得 這一次他們 小生的勢頭是很猛的 再加上 可能龍哥呢 年紀啦 29歲 沒有辦法說高齡 但確實是賽場最大 我覺得要贏這盤棋很難 當然啦 賠率的部分 其實是很誘人的 但是 你要想 連校也才4.95倍 龍哥才5.64倍 所以 就是連校都有4.95了 龍哥才5.64的話 我覺得其實沒有到非常高啦 所以這盤棋我就壓 一千萬好了 好不好 一千萬 壓聲真訊 好 再來就是 我們的 柯傑啦 齁 我跟大家講 如果要偷擊 這一盤棋其實是 可以列入考慮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柯傑這種人 通常就是 人來風 雖然他對李宣老是 3.0 實力部分是 很大的差距 但是 柯傑應該是蠻容易輕敵的 而且他一旦優勢就會開始浪起來的類型 所以 如果 外戰喔 比如說對到韓國日本的棋手 我都會覺得相信柯傑沒問題 但是 各位上次還記得嗎 就是 他跟謝柯的那一盤棋 我是壓中謝柯的 就是 柯傑對上自己人喔 會 比較 鬆懈啊 他對到這個日韓棋手 哇 熱血沸騰的感覺 他就是那種人來風行的 所以 這盤棋 我是 會 稍微的考慮一下 要不要偷擊 看一下這個賠率的部分 賠率的部分 6.06倍 其實算是 蠻 蠻誘人的啦 蠻誘人的 而且 我相信這個 野狐的觀眾 幾乎大家都會希望柯傑贏 反而李宣豪贏的話 可能會被大家罵 但是 我覺得也不能這樣講 圍棋畢竟還是個人的比賽 國與國之間只是一個 相對的較勁而已 最後還是要走回個人 背後如果今天真的是四位中國棋手晉級 還是必須從裡面選出一個世界冠軍 所以我自己是感覺這盤棋 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棋局來做一下參考的依據吧 現在目前的勝率是黑棋38.9 這邊我就必須跟大家講了 這個黑棋是貼七木半的勝率 因為這個三星杯是六木半 所以七木半 黑棋還有38.9 六木半的話 黑棋是破50 大概加20到30%的勝率 所以其實現在是黑棋稍微好一點點 當然這個局面還很早 這個黑棋是採取這個先撈後襲的策略 看到柯傑走這種 我會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柯傑就先把這個實地 牢牢的握在手上 應該算是還不錯 所以 好啦 那我決定了啦 好不好 這個壓柯傑壓姨姨沒什麼意思啊 我們就壓柯傑一千萬 我們把怡傑拿去壓怡傑了 怎麼樣 如何吧 我覺得很難欸 我覺得我們的療神 真的有這麼猛嗎 看一下齁 大家是覺得他很猛 但是 我覺得 以整體實力來說 可能還是中國棋手好一些 但是 我們就 不管啦 做個效果啦 就壓他怡傑啦 而且有人說他最近很認真 我其實不太知道欸 他現在不是已經去接工作了嗎 就是接他爸的那個職務了嗎 他又很認真嗎 我這感覺是沒有欸 就是 還 就有點像是 反而沒什麼 束縛去下這種期 沒什麼壓力 反而 下的比較好 OK 所以我們這把壓柯傑 好不好 我自己都有點心虛 呃 2.05倍 1.94倍 這個就是很嘎啦 很嘎啦 1億啦 壓下去了啦 有沒有 壓下去整個變了啦 大變化 1億變1億9000萬 可以啦 勉勉強強可以接受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四盤期預測啦 好不好 你們覺得我會中幾盤 因為我覺得今天應該是 做四 做三忘事啦 我覺得我另外三盤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就看這一盤期了 好不好 但是我特別希望這盤期 因為這盤期抵人家三盤 好 那我們就晚上見吧 各位 掰掰